给出宝们看一下花蕊们寄过来的花 还有我们从网上淘的花都养的怎么样了 这个呢是跟那个老的那个纸藤一块来的 老的那个到现在没动见 你看新的这个呢都已经长了小牙子了 就这种时期可以正常的去给它见光照了 但是注意自己的一个饱水哈 别焊过头了 这种小牙子一焊过头它就很容易死掉的 所以说呢这个稍微悠着点 这个呢是咱们之前的那个风铃草 然后我把它的主干给它剪掉了 剪掉了之后呢 现在边上长得又很万塞了 我们加了一些肥料进去 加的呢就是缓施肥了 这边是去年的时候买的一个19块9的一个牵牛吧 现在呢也开花了 这个也是需要大量施肥的时候 这个用的肥料有点少 因为它开发量比较大 而且这个东西可以作为牵插或者是高压的 下一期的时候给大家说说怎么样 把它一盆变多盆吧 再加入一些肥料进去 可以多来一点 像这种时期多来一点 而且不会烧花的 好吧 因为它开花量很大 放到这边继续正常的 这边是夏爪兰 夏爪兰呢 它现在花已经开败了 开败了之后呢 要给大家说的是什么呢 我们这个 静节浇的这个水还是稍微有一点偏多 它不喜欢强光的猛晒 如果强光猛晒的话呢 就会晒的叶的有点干比 这个放到下面一点 半阳的地方是最好的 就像这种半阳的地方 就扔在这吧 就算有这种半阳的日照就可以了 它是短日照 稍微注意这个点 浇水它不干就别浇塌 这个是我们后期小哥牵插的草莓 还已经活了呢 倒幅了 然后摁过来还活了几个 咱们前段时间播种了 那个是吧 这个先扔在这 就这个吧 对 这不是那个勋章鱼吗 这楼楼楼菜 这里边怎么还有杂草啊 你也是摁过来的 你是摁过来的 现在傻的吧 就这么事吧 反正播种就这样 播种最好是 最好是建苗 你知道吗 就是把这些个不要的烤料 就留那种好的 这是最省心的 物料成本也不会很高 这边是香日葵啊 这是一个棺花型的香日葵 之前还断了这里 然后断了不要紧 你看断了以后的上面 还会长更多的出来 就是这种开败花之后 大家记得及时剪掉它就行了 把这种剪掉 开败了就剪 它然后给它让更多的地方 这个也是需要大量的加肥 水没有浇透啊 这个 它这个浇水 所有的花浇水的周期都不一样 干了就得浇 这个要给它浇一面透水了 这个时期可以多用一些肥料 像这个 这个可以多用一些肥料的 因为它开花嘛 这一瓶 可以往里面多放一些 没事 有的话说你用那么多 不会 没有事 缓射肥 好的缓射肥 它是不会烧花的 这个是咱们那个鲁冰花 鲁冰花的话呢 是还没有开花 一直在长一样 就正在这儿先长的吧 花有寄过来的琴叶蓉 咱们洗根换土之后 还是不要给它 不要给它强光的这种猛晒 强光的猛晒的话呢 会容易脱水 因为它根系还没有长全 这个放到咱们那个蓬蓬里边 这个放到咱们这个蓬蓬里边 这样的话就好一些了 它最起码能保湿 这个是去年花有寄过来的牡丹 已经开不了花包了 就直接给它剪掉吧 这也是一个假包 包都没发育全 也发育不上去了 也发育不上来了 就直接剪掉吧 对了 剪的时候这个花包 可以不用剪那么深 今年让它好好长 如果说这个牡丹 要从咱们这边再长一年的话 它是可以第二年开的花很大的 今年这个根系 肯定就长得特别爆满 花包剪掉吧 这个花有看到的时候 你记得回一下 这个也是需要大量加肥的时候 往那边挪一种 稍微摆框摆框 对 这是那个美女鹰也没开花呢 先挣在这吧 出江草去年播的 然后看到没 下面长了很多的种 看到没 所以说上面不好 不要紧 下面会结种 会结更多的这种种球起来 它是种球类的 出江草 它会再发的 再发的 会发很多的 现在也可以给它剪了 也可以不剪 沙漠玫瑰它是不怕晒 不怕晒 光照要给足 马上要开花 出现这种黄叶 出现这种黄叶 叶脉发黄 就还是有点水大 却光通空差 基本上没什么事 晒一段时间 肥料给上点 你们好像不太舍得用肥料 像这种石漆 这个肥料咱们可以稍微多一点点 它分花的 可以稍微再多一点 这样差不多 刚才那一点是有点少 这也是那沙漠玫瑰 这是给花人们旧的 这两个都是旧的吗 都旧活的 这个是咱们开枪的 这个是旧的 这个就不要曝晒了 这是那鸡龟背花 这鸡龟背就不要曝晒了 放到这个 放到这个阴面就行了 有这种反射光就够了 所以花它不一样 这个放到反射面 水培的这个 虽说是不怕晒 但是强光暴晒也不好 因为它这个营养是有限的 这个给这边两个 你看到 这两个是我们土培的 这个是水培的 给它放一块吧 其实水培土培都差不多 土培会长得更旺 像这种观音竹啊 或者百合竹啊 大家不论是养什么竹啊 下面这种叶子黄了 你就往下撸 一撸就下来 好吧 你给它撸了以后 它会更快的去长新意了 老叶发黄很正常 不要着急 不要慌 明白吗 错吧 这样事的 把它撸一撸 好了 大概就这种感觉 知道这个事就行了 这是那个 这是那个风铃 酒杯风铃 看完花以后就这么惨了 前段时间是太缺光 也缺过一次水 还得过红蜘蛛 现在是这种了 这是这边那个龙土猪啊 龙土猪现在都活了 四盆都好好的 那是咱们分盆的 就是洗根换土之后 分盆以后 每一盆都活得很好 他说 他说给它留一颗就行 是吧 咱说给它留两颗 抽两颗 抽出去了是吧 抽出去了两颗 然后这个四只雪啊 这个四只雪 这几盆 有一两盆 长得不是很好 这几盆长得都挺不错的 也是在那一期视频 下方该抽的都抽出去了 这边就是两个桂花了 一个是去年来的 一个是今年来的 都活了 全部都活了 九里香 九里香买了一盆 现在是多少盆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九盆 一盆 一盆九里香 我整整给它分出来九盆 很可爱啊 还会截这种小豆豆 觉得这个豆豆不好吃 然后这个果是可以种的 这里面有种子 好吧 就未来以后就是食盆 我那个造型的 造型的搁这 我给它造的行 好看吗 画友们 盆景 像如蛟龙出海 帅的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来台北海